咱们接下来看一下下一个环节 我们每学个技术是不是都得有这个入门小呆模 都从入门小呆模开始做起 咱们现在就开始做入门小呆模 首先我们先做一个最简单的呆模 做一个最简单的呆模开始入门 那么这个最简单呆模是什么样 咱们现在就来给大家演示一下它的开发步骤 首先我们先建立一个工程 建立一个工程 这个工程几个美元工程 然后创建一个简单的工程 跳个股价 CN包名 CN.ITCAST.DEMO 是吧 然后Spring Security Demo 这个打包方式注意 我们这里应该选择 挖包 应该选择挖包 好 这个工程呢我们就 现在就建立好了 看了吗 就建立一个外部工程 那么紧接着呢 我们这里应该怎么 首先先引入依赖 那么引入哪些依赖呢 这里主要有两种依赖 第一就是Spring相关的依赖 另外一个就是Spring Security 对不对 主要就是这两行能依赖 这个依赖呢 我也给大家都提供好配置文件了 大家直接就去从这找就行了 再配置文件 配置文件这里是不是有的Spring Security 对 就到这里找就行了 HOME给Smail开 这里主要就是两部分依赖 第一个就是Spring相关的 看什么 另外呢还有就是Spring Security的 下边就是这个插件的 我拿过来 给大家看一看 从这到这 从这到这 就是Spring的一个依赖 然后下面这两个 大家可以看一下 下面这两个是Spring Security 一个是Spring Security-Wipe 一个是Spring Security-Coffee 目前版本我们使用的是4.1.0版本 好 下面呢就是这个SpringEye的依赖 SpringEye的依赖 然后下面就是一个插件 包括唐派的插件 我们目前使用端口是9090 这是我们说第一步 我们就完成了 那么第一步完成之后 它是一个外部依赖 我们这里是不是必须要 加那个外部依赖 咱们必须要加外部依赖 再加一个 外部依赖 看到吧 加外部依赖 那么把外部的Spring 出来加一拉 注意这回的外部的Spring 和我们以前 那个稍微有点区别 咱们把它拿过来 咱们看一下里面内容是什么样的 这个时候呢 大家看一下 这个部分是什么样 这边是不是一个监听啊 其实这就是一个死不正的一个配置文件 对吧 如果我起个名叫SpringSpringSpring 其实它就是死不正的配置文件 然后呢我们看一下下一部分 这个东西大家应该看过吧 学过是吧 叫过滤器对吧 那么过滤器它有什么特点呢 它起什么作用呢 这个UR它在什么意思 干什么意思 是不是它会过滤到你这个根目中下的所有资源 对吧 过滤一下 那个那个根目中下的所有资源 它都会经过谁的哪个过滤器呢 都会经过这个类 对吧 这个类 那这个类是由谁提供的呢 是不是Spring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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供的呢 对吗 看包名 包名有 但是它和SpringSpringSpring没有关系啊 注意 这个类啊 它是一个什么呢 它是一个过滤器代理 它只是一个代理类 它并不是真正干活那个类 它这个类提成的 它是由SpringWeb这个包提供的啊 它的作用是什么呢 它的作用是将这个请求经过这个过滤器之后 它会自动找一个叫Spring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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么一个类 注意这个名称不要改变 对吧 这个名称是SpringSpringSpring已经内置好的名称 这个名称是不能改的 你改你就进不去了 能不能改 这个地方不要改 这个名称是不能改 这些类都不要改 这些类当然肯定也不能改 这个名称不要改 以前我们说自己定义的Fair 是不是这个东西是可以随便改的 只要他俩一样就行了 但是现在不行 必须是这个名 包括大小型 能不能改 这个不要改 也就是说这个东西是啥呢 是我们整个 这个Strengths degrity的入口 说你要实现安全控制 你要起到的效果是什么呢 效果就是他在输入 在没有登录的条件下 输入这里的某个页面 他需要起的一个拦截都有 那么你既然没有入口 他怎么拦截 你必须得首先 让你当前的一个请求者 进到这个框架里 他才能对你进行安全控制 所以说他的入口在这 明白吗 这是什么Strengths degrity的入口 好 这是我们的第二步 我们去做完 那么第二步做完之后呢 那么第三步我们说 这东西本身会用到一个 Strengths degrity的这么一个文件 对吧 是不是一个配置文件 好 咱们现在就把这个配置文件拿过来 这是我们的第三步 就是要编辑这个配置文件 第三步 其实我可以第三步可以干 干这个事啊 先把这一面穿起出来 这个比较简单点 先把一面穿起 最后又不是再穿起这个配置文件 其实这个顺序倒不足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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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把一面穿起来 先建一个啊 这里我们就建立一个普通的 index一面就行了啊 这个普通的一个html 这个时候我们叫index啊 这是啥啊 这是我们的首页啊 欢迎进入神奇的Strengths degrity Strengths degrity 世界啊 世界 行吧 没问题吧 好 保存一下 对吧 这是一个很简单的页面吧 咱们就是要空这个页面啊 你不登录 你这里不能进入这个页面啊 那好 这个是第三步 很简单 第四步就是最关键的一步了 就是我们要写配置信息 对吧 写配置信息 咱们看一下 这里我也给大家提供了一个空壳 在这 Strengths degrity 这个名称和那都一样啊 这个名称不一定非得叫这个名称啊 它就是一个普通的死证的一个配置信息 但是你这个名称是什么 你要和这个名称是不是在统一啊 明白是吧 这个不一定非得叫这个名啊 但是这两句是一样的 这样必须的统一 好 我们现在看一下这个东西怎么写啊 怎么写 首先咱们看一下这个壳 咱们在写这个代码之前 咱们先看这个壳 和我们之前的壳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咱们找一个之前的这个作业对比啊 有没有感觉不太一样的地方 这个壳是不带着帽号壳 为什么带着帽号壳壳呢 这个东西叫什么知道吧 这个东西叫前缀 其实我讲这个东西和死证的设计 关系不大啊 关系不大 但是我们这里只要给大家简单解释一下 这东西叫前缀 我们说以前我们哪个部门要前缀呢 你看像这个small mvc 哪个是不是不能有前缀呢 像double contact 是不是这些东西必须有前缀啊 有的东西就不带前缀 比如beens 这就不带前缀 为什么呢 因为beens是默认的 对吧 比如我要配个bin的话 我们就不用有前缀吧 但是其他的必须有前缀 也就是只能有一个是默认的 对不对 那么我们回头看一下 这个beens它还是默认的吗 不是了 这时候你要想在这里定一个bin 你这里头就必须要用这种方式 beensmark bee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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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和之前用的这个beens是一样的 那么我们为什么这么配呢 是因为我们在这里还有一个 除了这个beens 还有一个什么呢 还有一个security 而这个security就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默认的 你看是吗 看是吗 这个本身是msms 是不是后面就没有前缀了 然后直接是这个这个空间名 那对吧 这样一来呢 我们就就在使用sigruity的配置的时候 我们就不用带前缀了 那么你说那为什么说我们不用 不让他有前缀 而他没前缀呢 因为在整个这个配置文件中 对 这种死云sigruity的配置特别多 你要是把它加前缀的话 你再配置起来 是不是斜起来就很麻烦啊 在这个配置文件里 这种配置会比较多 而配置bin的时候会比较少一些 所以说我们让这个bin带前缀 而他这个sigruity就不带前缀了 这大家能理解吧 就是为了方便啊 就是我们开发方便 我们这里头打个线号 看一下相关的配置啊 看一下 这个HTTP啊 这些东西 你以前见过没有 没有吧 这个部分的这个 只要不带前缀的配置 都是sigruity的配置 能理解吧 只要不带前缀的 都是sigruity的 那么我们现在看一下第一部分 我们要配置的就是这个HTTP HTTP 这个HTTP呢 就代表了什么呢 代表它主要是配置我们页面的拦截规则 这个部分的配置主要是配置我们页面的拦截规则 拦截 拦截 拦截的榴弯 对吧 这就是我们配置的一个拦截规则 那么拦截规则这里头有什么属性 大家看一下 PART 这个应该是建的很熟悉的一个东西是吧 PART 那就是匹配路径的是吧 匹配路径 那我们在这里写个什么呢 杠星 杠星 这个杠星代表什么 代表这个目录下的所有资源 我问大家 包括不包括下的紫目录呢 不包括 这个杠星 不包括这个目录下的紫目录下的资源 只包括当前目录 就是根目录本级的资源 那么你说 那假如我想控制它里头的资源怎么办呢 这里有一些话 杠星星 这个是 这个杠星神的意思就是 包括这个目录 以及这个目录下的所有紫目录的资源 都在匹配范围 这个和我们外国的杠星 这个杠星可不是一个意思了 这个杠星是不是包括它下的所有资源 它的谈应不一样 不是一回事 听到吧 它不是一回事 如果说你这里直接杠星 那么也就意味着你下的所有紫目录的资源 你无法控制的 不在这个范畴之内 能理吧 好 接着往下看 这里有一个success 这个也是必须要配的 这个success是什么意思呢 这里头我们主要配的 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角色名称 明白 而这个角色名称 它有一个要求 必须是大型的肉下话线开头 后边名称你就自己定义就行了 明白 这个角色名称它有一个要求 就是必须是肉 大型的肉啊 下话线开头的 否则它就会报错 这个是肉 下话线 号名称你随于定义 比如说我这里叫肉-user 行不行啊 这就是我们定义了一个角色名称 也就是说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呢 必须当前用户必须有什么呢 肉-user的角色对吧 也就是当前用户必须属于这个肉-user的角色才可以什么呢 才可以访问什么呢 根目录 即所属子目录的资源 最大能力 最大能力吧 哎 这是我们说的这个配置 但是一定要注意啊 这里头 我们要如果说这种写法 如果是写成这个success 肉-user 用户的话 我们在这里头必须还要讲一个人啊 叫什么呢 叫这个表达式那个东西啊 叫use expression 等于false 那么你说了 那这东西是干嘛的呢 这个东西啊 我给大家图表写哈 这个东西是 是否 是否启用 sper表达式 也就是说这个是一个spring的一个表达式 就是是否启用sper表达式 那我这里要写false的话 是启用还是不起用的 是不起用的 如果说是true的话 就表示启用 那么如果说我这里不配 more里头是true还是false呢 more是true more是true 如果是true的话 你在这个里头就不能写了 如果说你在这不配这个配置的话 是吧 你在这就不能直接写一个角色名 而一个写成什么格式呢 就写成这种格式 叫true 一个括号 括号里面呢 是单影 单影里面是这个名 那对吧 如果说你不配这个这个属性为false 你这里就必须要这么写 那对吧 这是两种写法都可以啊 都可以 那么我们这里呢 就采用的是我们直接写角色名字写啊 就定型 就像 柚子 明白的吧 那么你说那那那那为什么他有这两种写法呢 我们在这里啊 其实这种写法呢相对来说都比较简单 如果说 你在这里啊 是涉及到对一个角色名字形控制的话 其实你完全可以把这种表格式关闭了 因为我们这样的话不用每次都写这个 那个太子的任务是不是啊 但是如果说你这个访问规则特别复杂 其实有的时候还是需要那种那东西的 比如说 他不仅仅可以匹配角色 他还可以匹配A11值等等这种东西 能得吧 他这个功能是很强大的啊 但是我们这里因为只用到角色 我们就这么配的时候更简单一些啊 就所以说我们这里把这个表格式关闭 然后这里直接配角色就可以了 能得吧 这个是我们的规则 嗯 这个如果说不加的话 默认是处 默认是处 明白吗 如果说你要不加默认是处 如果是处的话 如果是你不加的话 那么这个时候你就必须要写 它是肉 能得吧 就这个配置你就必须要写成这种格式啊 就是 它是肉 然后呢 这扩起来 扩起来这里还得写个单译 能得吧 那这样一来说写下来就比较麻烦一点啊 所以说我们把它关闭掉 能力也是吧 就是这个意思啊 那么接下来我们再看下面一东西啊 下面一东西啊 下面一东西还得下一个配置 加个什么呢 加个这种叫 叫 这个formlogging 这个formlogging有啥意思呢 就是开启表单登录功能 开启表单登录功能 跟你说 怎么开启表单呢 一会咱们看到效果 咱们就知道它的作用了啊 一会看到效果 咱们就比较理解它的作用了 咱们现在放出来啊 那么这是第一部分的配置 第二部分配置 我们要配一个什么东西呢 配这种墙 就是 authentication manager 啥意思 authentication 啥意思 是认证的意思 那么manager的管理 那么这个部分就是什么呢 叫认证管理器 那里吧 这个部分的配置叫认证管理器 认证管理器 那么认证管理器 这里能有什么东西呢 再看 这里有这么一个配置叫 authentication prove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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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啥意思 提供者 那么这也就是认证的提供者 那么认证提供者 怎么说提供法 提供什么 往下看 这里有一个 user service 看到吧 这里包一个 user service 那么user service 里面又有什么东西呢 有个user 看是吧 这个user是干嘛的呢 就是我们配置当前系统的用户 用来配置当前系统的用户 那么这个用户 这个内部呢 就是用户的名称 就是用户的名称 比如说我这里配个admin 行不行 行不行 这就是有 我们就给他当前系统加了一个用户 然后呢 你还可以指定密码 密码等于123456 这就指定了一个密码 能力吧 那么这里头 这是什么意思呢 authority 什么意思呢 这个部分就是 这个用户属于哪一个角色 那么我们这里就和他一样一下 也就是这里呢 我定一个admin admin是什么 是用户 这个肉杠user是什么 是角色 我们这句话的意思就是定了一个用户 这个用户呢 叫admin 密码是加3456 那么他属于哪个角色呢 属于肉杠user这个角色 你当前系统当然也可以指定很多种角色 这个这个规则你可以做的很复杂 但是我们这个例子很简单 对吧 我们就做一个简单 但是实际上可以有很多个角色 你以这里呢也怎么样 可以有很多用户 对吧 我们经过这么一个配置的话 起到什么作用呢 就是当前用户 当前系统就有这么一个用户 你如果用admin 用123456来download的话 那么当前用户 是不是就当前系统用户 是不是就属于肉杠user 然后你就可以访问 右杠user所配置这些资源 如果说你当前没有等部 那么这些资源 你就无法访问 这个大家能业吧 就这么一个意思 整个的这个基本的配置呢 就配完了 就这么多 这是一个比较简单的配置 把这个配完之后呢 接下来咱们就更新一下啊 更新完之后呢 咱们现在来试一下 测试一下 看到底写好不好用啊 你可能说那这灯物页呢 灯物页它自己给你生成一个 咱们看一下 看一看它这个东西怎么可以生成啊 看一看 看一看 7 好 启动下来了 这个是9090对吧 咱们现在打开这个页面啊 咱们看一下到底怎么回事 走 看了吗 看了吗 这个页面咱是咱们做的吗 不是啊 这个页面是 Spring Security 给你自动生成的东西 那你说 那什么时候给你生成的呢 它和你这个配置是有关系的 那对吧 因为你这里配了一句Farm Login 他就知道你要这种表单能够了 他就很聪明的给你做了一个表单 那对吧 那我们看一下这个表单啊 虽然丑点 但是咱们现在可以做测试啊 这个用户User 假如我说的错误了 我随便说一个 现在这个用户是不是不存在 好 密码肯定也是错的 然后咱们给灯 看看他会提示什么 是不是他提示了一个默认的错误信息 对吧 这个信息就是当前用户 不对的 不对的一个提示啊 那么这时候我假如我不等路 假如我不等路 我直接进的那个indance 能让他进出去 我直接进的那个indance 他就不让进 他是不是起来拦截了 其实我们说直接 直接我不写这东西 他是不是也是反过indance 他也拦截了 包括其他的资源 他也是会拦截的 你知道吧 包括这个资源 那么好 我现在我输入一个成功呢 会怎么样呢 比如admin123456 好我点登录 没事没事 没事 再试一下 他有这么一个文件啊 第一次访问的时候 就会提示那个404 但第二次也没事了 那是一个 那那是一个什么文件 那是一个这个文件啊 刚才说的那个 他有一个图标文件 那么如果说你这个当时 有没有图标文件的 第一次有那么一个 弹出那么一个错误 但是你第二次就好了啊 那么你如果说你不想让他第一次有错误呢 你就把那个文件给他放到当前行 根本录就行了 就这种文件 图标文件 叫IOC的那种 ICU那种文件啊 ICU那种文件啊 其实一些大网站都有这个文件的 比如说我们给你看一下这个 新浪 他都有这个文件的 他就是一个整个网站的一个图标 一会儿他就出来了 就是在那 他有一个那个图标 三百八 太慢了 百度可能快点 就这东西 没问题吧 就是一些一些网站 他都有这个图标的 就是这种图标 这新浪的还是出来了 新浪的也是这个图标 对吧 你们应该都看过是吧 对就是这东西啊 不打开了太慢了 好这是我们说的这个 这个东西啊 这个小例子呢 咱们就做完了 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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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吧